大家好 我是Yuyu 大家好 我是Yuyu 欢迎收看我们韩有这种事的第一集 那在这个节目之中呢 我们就是会跟你分享一些韩国特别的事情 新奇的事物 还有你所不知道的韩国小知识哦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记得要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内容啦 不知道大家在认识新朋友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你跟别人打完招呼啊 问完对方的名字之后 你们会聊些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你喜欢做什么 你的兴趣是什么 应该蛮多人喜欢聊星座的吧 那有些人很酷 我们就打完招呼 简单的就带入了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不过呢 如果是在韩国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就是一定要问对方的年纪 听到会不会想说 蛤我们才刚认识 你就问我的年纪 好像不是一件很礼貌的事情 不不不不不不 在韩国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韩国是一个很注重辈分 长幼有势的社会 如果我们观众朋友们 对于韩国有一点点基本的了解的话呢 应该会知道 韩文有分成敬语 也就是呢 对于长辈啊 前辈啊 需要有礼貌的场合 会使用的用法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伴语 或是我们可以称为评语 通常就是对你的同辈 你的朋友 或是晚辈 还有你们关系比较亲近的人 就可以使用伴语 既然他从语言就分成这两个 不一样的系统的话呢 搞定我们之间的年纪就很重要了 因为年纪就决定了我跟对方中间的关系 我们的相处方式 我们的这个年纪不一样 互相就会有所不同 对韩国人来说 在我们对话的一开始 确定我们彼此的年龄 就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拿我自己来当例子来说好了 我之前就有到韩国当交换学生 因为我是比较晚过去 当时那些大学生的都已经年纪比我小了 虽然说我们后来认识比较久啊 比较亲近之后 我还主动跟他们说 虽然你们是弟弟妹妹年纪比我小 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很比较熟一点的关系 所以你们对我说伴雨 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OK的哦 不过可能他们就是跨不过心里那个坎 或是觉得 他们跟我们好像没有那么亲近 还是会穿过 Omni或者是Nuna 也就是在韩文中的结结的意思 那既然呢 年纪这件事情在韩国的文化里这么重要 当然就要来跟大家好好讲讲 韩国计算年龄的方式了 因为居然有三种还蛮复杂的 接下来会一一介绍给大家 第一种呢叫做Sinnai 就是韩国式的年纪 概念呢跟我们的虚岁有点类似 考虑小孩子妈妈自己的时间 也算是他生命的时间嘛 一出生之后呢就会算一岁 到每一个国立的新年1月1号之后呢 就会再加一岁 就算你是12月31号出生的小孩 你才过一天而已哦 你会马上变成两岁 那第二种呢叫做Mannai 是满岁 周岁的意思 这个应该算是国际上最通用 那也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方式 如果说你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的话 今年的年份 减掉你出生的年份 就可以得出说你今年满几岁了 那在韩国呢 满岁呢 比较常是使用在像是民法啊 刑法啊 还有一些关于税金啊 税会福利制度等等的制度上面去做使用 第三种呢叫做Mannai 也就是年岁 那这个跟满岁有点像 就是他一样是把今年的年份 减掉你出生的年份 不过他就不会去考虑说 哎你今年生日过了没 单纯看这两个年份的数字而已 那在韩国的话呢 他比较多使用在像是 兵役法 青少年保护法 行政相关的指令上面 会去用年岁这个方式来做计算哦 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复杂啊 因为他们三个个子是不同的东西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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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家听听看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会有那么一点容易混淆哦 oh god please no 假设以今年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 是2023年的4月的话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2000年 二月出生的人 那他的年龄会怎么算呢 韩国式的年龄 第一个就是24岁很简单嘛 满岁的话 因为他二月出生 他今年已经过完生日了 所以他的满岁就会是23岁 那年岁的话呢也是23岁 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 就有点像我们平常会讲说 啊虚岁就是多一岁这种概念 不过不过 我们现在来举另外一个例子 同样是2000年出生 不过他是8月出生的话呢 他的韩国式年龄 一样是24岁没有问题 不过因为他今年就是 还没有过生日 所以他的满岁就会变成22岁 还没有结束哦 但是他的年岁会是23岁 有吗 感觉到那个会混淆的感觉吗 同一个人 但是用不同的算法 他会有三种年龄 因为在韩国呢 你的日常生活中 可能就会用这三个年龄计算方式 混合去使用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比方说在前两年疫情的时候 一开始要施打疫苗 那是照着年纪 不过这个年纪 他们就是 采用年岁的方式来计算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纷争 比方说 到底谁可以先去接种 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先接种 就会有这样子的争议哦 另外呢 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的首尔地铁公司呢 他们要 去处理这个 借铃之后要退休的人们 那时候是他们是借 说你只要60岁就要退休 不过他们是采用年岁来计算 导致说当时有一些 还没有满60岁 但是年岁已经达到60岁 就被强势退休 那这些人就觉得 我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后来还对公司提起了诉讼 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去 可以看出来 这种年龄计算混用的方式呢 确实会对韩国人的生活 造成许多的影响哦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影响 当然社会上也会开始出现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 计算年龄的方式统一 或者是把它简化一点 对于大家的生活也更便利 那现任的韩国总统隐习院呢 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 就有提出这样的证件 也就是说他要来简化 这个年龄计算的方式 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 也正式通过了 满岁统一法 满岁统一法 也就是之后呢 在法律上面计算年龄的方式 会全部同一成满岁来计算 那这个法律也预计 会在今年的6月开始实施 不晓得大家在看一些韩剧啊 或是韩国的综艺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Balnyong Sen 那这个词呢 它其实是跟韩国的升学的文化 有一点关系的哦 韩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台湾是9月的时候入学 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嘛 所以入学的时候就是 前一年9月出生 到后一年的8月出生这样子 那在韩国的话 他们是3月的时候 会开始新的学年 也就是说呢 他们前一年3月到12月出生 还有这一年1月2月出生的 他们就是同一年入学 刚刚有讲过 他们计算年年方式已经很混乱了嘛 所以问这些学生 他们是几岁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也会很混淆 那韩国人日常 最常使用的就是 韩国式的年龄 那如果你是 前一年3月到12月出生的呢 他们跟后一年1月2月出生 他们年份是就不一样 所以呢 1月2月出生的早年生呢 他们就会变成 在韩国式年龄是小一岁的 明明他们是同学哦 所以可能这些比较 韩国式年龄比较大的学生 有些人可能会说 啊那你就应该要叫我们哥哥姐姐啊 就会产生那种阶级的差别 那或者是那些早年生 一二月生的 他们跟同一年的 3月到12月生 他们其实就是同年 那在韩国 他们是可以当朋友的 因为他们是同年生嘛 但是到了学校之后呢 他们变成不同界了 那就有前后辈的关系了 就会对他们的人际关系 产生很多很多的混淆 那也因为各式各样很混乱的状况 所以韩国政府呢 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 就已经修法 从2009年入学的学生开始 他们入学的年纪就改成 是1月到12月 就不会有跨年度的问题 所以像这样子 刚刚讲这个早年生 班女生呢 这样子的人呢 他们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他们升学毕业之后 后面的人就没有了 那不过呢 因为受到这个制度 影响的还是非常多 包括以前已经有的 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的 所以直到现在 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很多人 会分享关于这些 早年生的学生面临的问题 或者是相关一些特殊的经验哦 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韩国年龄的算法 还有刚提到 比较特别的早年生的这个文化 那虽然韩国接下来 就是要在法律上面 统一他们计算年龄的方式嘛 不过其实这样 对于他们原本观念里 就已经根深蒂固的长幼有序 或是上下阶级这些传统观念 恐怕也是很难被改变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